拿出遙控器按钮按下去 黑色汽车的车牌立刻降下黑森布帘 就像是车牌上的铁卷门迅速在两秒之内看不见 再按一下黑色布帘又会自动卷回去 超神奇的黑客气让不少检举魔人在这里都吃了门亏 这个就是所谓的电动遮排器 不少人为了不想要被抓违规又或是想要躲避追气 就会善网买遮排器 但其实安装这种车牌遮蔽器已经违反倒交法 毁损变造汽车车牌或是安装其他器具不能辨认车牌号 可以依法处理2400元到4800元的罚还 这回一名桃源28岁的徐姓男子 不适装遮排器反而是在购物平台上卖电动遮排器 4月份被警方取利违法逮捕送办 他却从头到尾不坦诚自己有错 更辨称买家下单要做什么他也无法干涉 只是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被踩性 据了解徐姓卖家在商品的叙述上 写下文字遮排神器 罚单克星不再被违规检举扣牌 检举达人白白和相关的照片跟影片 每组遮排器的售价至少3000元起跳 短短半年内就卖出了24组 向检方声称这些广告内容都是由大陆厂商撰写跟他无关 不过检方还是认为政府有规定 不得毁损变造汽车牌照 也不能以涂抹污损或是安排其他的器具 导致牌照无法辨识等行为 因此还是遭检方衣衫或他人违背法令罪起诉 同时也是提醒不少网路卖家 卖各种违法物品不要以为只有买家有事 卖家无罪可以两手一摊 卖违法物品导致别人犯法同样得负起责任 懂事新闻小花明桃园报导